主料,米饭80克,鸡蛋2个,辅量,土豆30克,火腿肠20克,葱,香菇,豌豆20克,沙丝,制作时间10-20分钟,准备食材,香菇浸泡好切水,豌豆用开水焯好,土豆去皮,切丁,放油边炒5分钟,放下香菇丁,放豌豆与火腿肠,边炒1分钟,放下米饭, 边炒匀,放些盐,鸡精,胡椒粉,葱花,阴云盛出,把蛋打匀,放锅里插出蛋皮,把蛋皮倒在大坛里,放上炒好的饭,包好,发一面,在当中斜切两刀,搬转蛋皮,涂上自己喜欢的沙丝即可,烹饭技巧,这些饭可以做两个蛋包饭,最后可以涂上自己喜欢的番茄沙丝,或者别的酱, 不图也可以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